第一次来日本旅游 不会日语还设口 怎么做新干线 这条沉浸式日本新干线攻略 一定要收藏起来 首先买票一定要提前预定 现场排队人太多 而且还没有好的座位 日本的新干线没有安检 也不需要扫脸 直接像这样把票换进去刷一下 就可以入场了 大家看 时刻表上全都写的是汉字 几号列车几点 在几号站台出发 写的特别清晰 建议大家提前45分钟到车站 日本的火车便当 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各种海鲜牛排烤麦鱼 建议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车辆 还有座位号 这样的指示牌上都有写 等待车辆时 要注意站在这个黄色的线里等待 自动门开启后 不要着急上车 要等待下车的人下车之后再上 车内真的很安静 新干线的洗手间设计很人性 有残商人士专用的扶手 这个是专门给幼儿画尿不湿的地方 还配备了智能温水马桶 如果你想坐新干线看富士山 从大阪去东京要坐在左边 从东京去大阪要坐在右边 车县内有免费的WiFi 座位下有免费的店员 其实日本的新干线也是有餐车的 啤酒花生米这些都可以买得到 如果你来日本旅游 想多去几个城市玩 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几天内 可以随便乘坐新干线的通票 从大阪去京都只需要15分钟 周边还有奈良 神户和鹅山 港山 现在日本旅游已经全面开放了 如果大家需要签证 新干线通票 都可以随时联系浅游 浅游体验评分